以前就認識 他辯論實力也相當不錯 一開始前幾場都是我在贏 後面變成他有在贏 那我也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甚至過去有辦一些辯論活動等等 2017年那個時候在聯合新聞網 還特別找他先生來 然後去當選手 然後大家一起辦 活動本身也是還滿成功的等等 就是徐曉鑫說還在現場嘛 我要是這個姓名有什麼宿願的話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找你先生去 然後給他一個舞台 讓他去那邊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事情是 完全顛倒是非黑白 而且他覺得說把任何事情 歸到個人恩怨就好了 然後他整天說 我什麼天蠍座A型 月亮獅子座 然後這個每筆帳都會帳 寄來寄去帳 然後寄不清楚 他自己那個五十萬一百萬 那借據也都不用寫的 手上的勞力士也不直接要寄 真正重要事情都不寄 然後就覺得說 別人在批評你的話 全部都是在記仇 我的摩羯座O型 月亮獅子座上身射手 要吵我也不會輸你啦 我月亮獅是獅子的 所以說我在這邊鄭重的跟徐曉鑫講 你要吵的話我也三題跟你變嘛 第一題你到底對你的家人的 這個涉餐 涉詐期到底知不知情 我們來變這一題 第二題我們就來變一下 溫朗中有沒有裝風逃兵 我們就討論我的題目 第三題因為他一堆這個人 人家會攻擊我嘛 所以我過去出入什麼 社勤行業錢又貸不夠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比較嚴重 還是你的這個施壓援警 用立援的這個身分說回去講 不想講罰單 哪一個比較嚴重 你知道嗎 我這第三題一出來 徐曉鑫就縮了 他發現說要比不要臉 我比他更不要臉 反正我不要臉到極限 我還是一個平民 我沒有拿納稅人的錢 我也沒有濫用任何公權力 我沒有去臺北富邦喬事情 我也不是任何親戚 可以拿出來縮嘴 等他們涉攤被收壓 禁見之後可以嗆說 我親戚是無浪東 我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換言之是說 那我行的陣座的陣 我有一些人生的污點 我必須要去反省跟面對 但是徐曉鑫 你有沒有檢討一下 你自己的問題 家人出那麼大的事 照你自己的連連看標準 你應該要負什麼責任 所以徐曉鑫趕快跟社會大眾道歉 那至於你對我 不用道歉了 我們就法院見